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14日 巴赛战和华丽简奴 周日凌晨2022-23赛季西甲联赛一轮 巴赛龙拿主场迎战华丽简奴 上半场利云杜夫斯基破门弹月位在先 奥士文迪比利染黄 下半场双方都没有把握注入球机会 法兰克基斯尔打入一球 但月位在先被吹 双方继续互交白卷 全场比赛结束 巴赛龙拿0比0华丽简奴 随着球正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10分钟 巴赛龙拿前场右路进攻 拉菲拿 比洛丽突破在对方干扰下倒地 慢镜头看华丽简奴球员有犯规嫌疑 12分钟 奥士文迪比利送处至直船 利云杜夫斯基插上面对门将挑射破门 但是因为月位在先 入球无效 20分钟 奥士文迪比利左路底线附近到三角船到禁区线上 拉菲拿 比洛丽无人盯防直接推射 没有把握注机会 打高了 35分钟 博保路加维分球 奥士文迪比利右路突入禁区 缓过防守左脚低射 打得太正直接被门将没收 45加5分钟 艾华路加西亚沙入禁区 扣过防守后打门 被打使特根扑出 打使特根立攻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巴赛龙拿0比0华丽简奴 一边再战 52分钟 奥斯卡 特利组办单刀机会杀入禁区 连续晃开防守后 左脚推射 球滑门而过 华丽简奴再次错失破门机会 54分钟 拉菲拿比洛利传到门前 门前一片混战 最后被迪米卓裕斯基没收 69分钟 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进区前沿 连续横向带球后打门被封堵 杀至奥布斯基斯跟上直接远射 迪米卓裕斯基飞身将球扑出 75分钟 奥士文迪比利右路低平球传中 法兰克基斯尔跟上报射直接打飞 82分钟 法兰基 迪装断球后传给利云杜夫斯基 利云杜夫斯基转身调整一下打门 稍稍偏出 85分钟 利云杜夫斯基右路起脚传中 后点皮尔奥巴美扬直接打门被挡出 利云杜夫斯基跟上凌空补射 没有时政部位偏出底线 88分钟 法兰克基斯尔横传 安肃法迪跟上打门被扑出 法兰克基斯尔补射打入 但是越位在先 入球无效 90分钟 杀至奥布斯基斯拼抢石肘基法卡奥被求证 直接出示红牌罚下 随后华丽减奥打出精彩配合打入一球 但因为越位在先 还是被吹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巴赛龙拿主场零比零战和华丽减奥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